叮叮叮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海 现在我现在在干嘛 我在加班 你没看错 现在时间已经几点 几点三十四了啊 我们今天呢 由于有货要到 所以晚上呢 就在这里多加一个班啊 现在正在吃午饭 还得等一会儿 那个货车才能来呢 本来说七点了 又迟到了 很少见他们准事 大家再看看 这是谁 是不是我们熟悉的甜甜 甜甜来 打个招呼 跟机器人一样 甜甜最近这两天 也去公司上班了 我就提前的把它给 接到我们这个店里面 在这里加一会儿班 等我卸完货 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回家 这个饭是老板娘 今天提前点了外卖 点了什么 夫妻被骗啊 湿的头啊啥的 还好我有个饭盒 不然就干干了 先吃点 一会儿干活就进啊 大货车来了啊 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在这教他怎么倒车 哎呀笑死我了 你看人家这大货车司机倒车是真的很厉害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别人怎么倒的 哎呀 刚刚我跟那个大哥说 我说让他从这边掉个头 然后从这边退回去 他理解错了 他直接从前面转完了 哎呀 这大哥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哎呀终于来了 厉害了厉害了 我感觉这个有点小危险 我感觉有点危险 这大货车师傅还是挺厉害的 这倒车技术 简直 牛 这个技术是我见过还不错的 其中有一个 就是老硬啊 那个倒车技术很差 而且还不愿意倒 直接给我卸在 卸在了前面那里 然后我们自己往后拉 我怎么还 好嘞 厉害了厉害了 开始卸车了 看我们这长着卸车的小伙子 厉害的很 咱们看看几点能卸完 我们最强壮的送货员 我呢已经卸完了啊 现在我正在帮老板挪车 因为我们店门口车有点多 如果这个车停在大的话 就会有点耽误卸货啊 这个送货的师傅也走 开这种大卡车真的挺厉害的 不容易啊 我们现在刚刚卸完货 从店里出来啊 然后太想吃点甜了 所以就近找了一个卖甜品的地方 每次我下班从这边过 人都非常非常多 哦我的甜品来了 哎呀 谢谢 来 尝一尝 太想吃甜了啊 我还行 出汗出的多就少 好吃 奶味特别足 啊 我还有一个奶昔没有了 来嘛 谢谢 谢谢 你也 想办很多了 还有人在这排队呢 前几天排队更多 对 白天人更多 哎呀 回家好好 吃点喝点啊 真爽 哦 这个叫什么 安迪斯 我到现在还知道这个名字 以前经常都能过 但是也不知道叫啥 而且一直在排队 我就 我以前就跟前言说 我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我说下次咱们可以去看看 我之前就告诉你吃一家卖冰淇淋的肯定是卖甜品的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点是不是 不是因为它牌子上面写了一点解释 我没注意 哎呀 真爽 这干完活就出了很多汗之后吃点甜的 我的妈呀 每次我们店到货的时候就是 每个礼拜最累的时候 因为要整理啊 帮忙卸车呀 还要 就是搞很多事情吧 像其他时候呢 就稍微清闲一点了 哎 行 就到这了啊 吃了 这两个热量这么高的东西 今天晚上估计 没事 热量平衡了啊 哈哈